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文课 我是你们的中文老师廖丹 在今天的视频里,我们将帮大家分析三个词 办法、方法和方式 这三个词有什么区别呢?怎么用呢? 我来给大家一个情景 比如,当我们的工作学习的压力特别大的时候 再加上缺乏睡眠,睡不好 到了第二天,我们就会变得特别易怒 容易发怒,容易发火 脾气变得特别暴躁 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缺乏耐心,容易发火,容易发怒 这时候,我们就会问了 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当我想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会问,怎么办? 我想要的是办法 我想要的是解决这件事情的办法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 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不要那么易怒呢? 第一个办法是 我也可以说,办法一 第一个办法是 当我特别生气的时候 我什么都不要说 什么都不要做 我唯一要做的事情 是深呼吸 调整自己的呼吸 吸气 呼气 深呼吸 三次 然后再说话 办法二 第二个办法 当我特别生气的时候 我甚至忘了深呼吸 这时候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快点离开这里 让自己和正在面对的人保持距离 和这件事情保持距离 快点走开 第三种办法 我也可以说 办法三 那就是 回到家后 把自己想说的话 生气的原因写下来 你也可以用手机录下来 把自己的声音录下来 然后再以第三者的角度 也就是旁观者的角度 来重新思考一遍这件事情 刚才我们给大家提供了 三种办法 其实我也可以说 刚才我给大家提供了 三种方法 方法一 方法二 方法三 当我们遇到难题的时候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向别人求助 会希望别人帮助我们 这时候你会说 你快帮我想想办法 你快帮我想想办法 但是我们从来不说 你快帮我想想方法 你帮我想想办法 方法这个词强调的是 解决一件事情 不同的路径 比如我在这里 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我可以怎么去呢 我要想想办法 但是这里有三种方法 路径一 路径二 还有路径三 有三种方法 来解决这件事情 比如有的朋友 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廖老师 有什么好方法 可以学习中文吗 或者 有什么好办法 可以学习中文吗 这样的问题 都是正确的 我回答 对我来说 有三种最常见的方法 方法一 你可以通过 观看YouTube视频 来学习中文 方法二 教一个中国朋友 没事找他聊天 用中文聊天 这也是一个好方法 方法三 如果你所居住的城市 有中文学校 你可以到学校去 学习中文 你可能会说 有些方法 你已经尝试了 有些方法 你还没有尝试过 有些方法适合你 有些方法 不适合你 在刚才的例子中 你会发现 方法这个词 强调的是 怎么样更快 更好的 做一件事情 所以就有了 这样的固定搭配 比如工作方法 学习方法 在这里 我们只能用方法 而不能用办法 分析完了 办法和方法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 方式这个词 首先 方式这个词 强调的不是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方式这个词 强调的是特点 比如每个人说话的方式 不一样 有的人说话的方式 很直接 有的人说话的方式 很委婉 他们两个说话的特点 不太一样 比如一个年轻人 在一家公司实习 实习了三个月后 他说 都上了三个月班了 我还是觉得 不适应这个工作 听到这句话的朋友 如果他是一个 说话比较直接的人 他会说 我觉得你不适合 这份工作 但如果是说话 比较委婉的 说话的方式 比较委婉的朋友 可能会说 我觉得 这份工作不太适合你 是你不适合这份工作呢 你不够好呢 还是 这份工作不适合你 是这份工作的某些特质 不符合你的特点 那么我想问了 正在看视频的你 你说话的方式 是比较直接的呢 还是比较委婉的呢 再比如 我们还可以形容 一个人的工作方式 每个人的工作方式 不太一样 有的人 工作起来 非常独立 他可以独立完成 很多的工作任务 不需要总是向老板汇报 这是他的工作方式 但有的人 非常注重细节 他希望把每一个工作细节 都和老板确认 这是他的工作方式 他们两个工作起来的特点 不太一样 他们的工作方式不同 现在我们把方式和方法 这两个词 放在同一个情境里 帮助你更好的区分 他们两个有什么不同 让我们再回到 办公室这个情景 有的人的工作方式 是比较独立的 但是也会造成一些问题 比如老板不知道 他的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 有没有什么问题 缺乏沟通 这时候老板可能会说 小王啊 我知道你是一个工作 特别独立的人 这点特别好 只是为了方便我了解 咱们的工作进度 可不可以每周给我发一封邮件 简单的汇报一下 你的工作完成了多少 还剩多少没有做完 老板希望小王保持他之前的工作方式 他的工作特点不用改变 只是在方法上做一点点的改进 刚才我用到了两个词 一个是工作的进度 什么叫工作的进度 工作的进度就是指 工作完成了多少 还剩多少 就是工作的进度 改进的意思就是指 让什么事情变得更好 对一件事情做出改进 或者改进什么东西 比如改进你的工作方法 完成了这三个词语的分析 让我们来做一个快速的总结 什么时候使用办法 你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吧 嗯 有什么好办法 我这里有三个方法 方法一 方法二 方法三 你觉得这三种方法 哪个更有效呢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 每个公司也有每个公司的特点 一个人的特点 比如说话的方式 思考的方式 表达的方式 一个公司的特点 管理的方式 又或者经营的方式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文课 我相信看了今天的视频 你已经能够区分 办法 方法和方式 这三个词了 如果你想访问视频下方的字幕文稿 请一定记得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 现在我向大家展示 怎么样成为我们中文社区的会员呢 请大家用电脑登录YouTube频道 在主页上方 有一个加入按钮 点击加入 成为我们的频道会员有什么好处呢 你不仅会每周收到不同主题的词汇卡 以及可以访问视频下方的汉字书写练习 以及视频字幕文稿 作为社区会员 你还有权利访问不同主题词汇卡的讲解视频 如果你遇到了什么中文问题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提问 这是一个付费项目 每月是6.99欧元 没有问题后就可以点击加入 现在进入支付页面 完成支付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员了 最后要感谢大家的观看 以及一直以来的支持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